非常的懦弱胆小 这是我认为演员最需要做的一个功课 质感不是老 质感是你对生活的感悟 哈喽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正 首先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在消失的十一层中所饰演的角色吧 我在消失的十一层里面扮演双胞胎的兄弟邱建设和邱社会 这次在剧中一人分是两绝 你觉得邱建设和邱社会这两个人不同和相似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这两个人物他们的性格非常的不同 而且他们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的不同 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作为亲兄弟嘛 是互相关爱的 包括哥哥离开了六年 弟弟永远拿着他那个小水壶 我就是哥哥生钱留给他的 这些一些细节吧 我觉得爱是相通的吧 许多观众说特别喜欢邱建设装样的时候 倩苏苏的样子特别搞笑 你有做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设计上来说 我会在弟弟的表演过程当中 是经常是把头低下来 然后把眼睛往上翻 是这样的一个看人的方法 就会让这个弟弟显得非常的懦弱胆小 狡诈 同样在哥哥上 我可能会就经常是服侍别人 因为他的地位比较高 那么这一系列的 我觉得这些细节 包括眼神的处理吧 我觉得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会看得到 也看得出来 剧中有不少重要道具 这里面有你参与的设计吗 那个水壶是我看完剧本之后 自己想出来 然后跟导演沟通之后 得到了导演的认可之后 我们一起去寻找了这么一个水壶 用我的话来说吧 它是会改变我整个行为状态的一个水壶 我觉得这个道具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时它也是哥哥跟弟弟之间 一个情感的一个联络的一个点 你前期会对人物做一些探索 来帮助自己进行后期的创作吗 对 这是我认为演员最需要做的一个功课 就是在塑造之前 一定要跟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怎么才能做到相对的合二为一呢 就是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角色的生长环境 一定把它的前史给想象的丰富 这次和他与您合作的感受如何 很顺畅 跟岳明哥呢 我们就是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走戏也没有那么的多 因为大家都是相对成熟的演员 然后大家就是搭了一遍词之后 然后讲了一下各自的一些想法 那么就是各自去准备这个人物的一些情绪状态了 你曾经说有起古典 不是为了伴老 而是为了角色更有质感 你觉得如何才能演好一个有质感的角色 做一个有质感的演员呢 我觉得质感这个东西是生活吧 我觉得生活的锤炼 你包括对生活的感悟 我现在特别注重我对生活 对周边一切的一些感知力 因为我觉得他们才是我表演的一个素材 然后也是我去生动的去表演人物的一个基础吧 至于质感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眼神透出来的东西 是让大家能够认可跟相信的 然后包括你的从容不迫 包括你的成熟冷静 质感不是老 质感是你对生活的感悟 最后请分别用邱社会和邱建设的仪器 来安慰一下消失的十一层吧 消失的十一层是一部非常烧脑的一个剧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爱奇艺出品的消失的十一层 我是邱社会 我也是邱建设 拜拜